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不管是涨还是跌其实都是有赚钱的机会的 只要我们分散一定的投资就可以了 当然这是题外话 那开始之前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边的这个风险提示 我们所有的这个 今天包括所有我们活动上面的这个建议啊 都是一般性的建议不涉及到具体的金融产品的投资 那我们的金融服务牌照号呢 在这边都是受澳洲的证监会监管的 我们公司呢是1998年成立的 目前提供的产品像是美国的个股 澳洲的个股 外汇黄金石油股指等等产品都是有的 所以说大家如果对任何一个产品感兴趣的话 都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客户经理联系 那至于啊 现在我们的这个客户的资金呢 现在都是存放在啊 按照证监会的一个要求 存放在澳大利亚指定的这个 NAB第三方的实名隔离账户里面 那所有的资金呢跟我们的公司运营的资本啊 是完全隔离开来的啊 并且每日还要进行结算和申报 所以说这个是资金安全的方面 那另外一个呢 这个也相信最近啊 也是大家这个微信里面都是被刷屏了的 关于这个测纸 大家都去囤 不管是这个老外本地local 还是说咱们华人可能都是参与了这次测测纸的抢购 Costco啊或者Cost啊或者Walworth这种 那一开始呢 我看到这个消息啊 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就是不太明白 为什么就是你说抢口罩 或者说抢消毒用品 或者说抢这一类的这个产品 我都是觉得可以理解 但是为什么是厕所纸 那我想了一下啊 就是说 其实呢 这个道理呢 有一点点像这个在经济危机当中啊 这个口红效应 那口红效应是什么呢 就是说在经济危机的时期呢 那为了满足人们依然想要购买奢侈品的这个需求 那女人们呢 通常会去买相对于比较可以 就是有购物能力能够接受的这个奢侈品 就是口红 这是为什么在经济萧条的时候 尤其是像美国会特别明显 在经济萧条的时期呢 往往口红的销量会比正常的啊 经济水平的时候口红的销量要高得多 那我们说像是囤鸡这个啊 厕纸 他这个行为呢 其实一部分啊 就是属于自我安抚恐慌情绪的一种啊方式 比如说 发现这个目前有这个疫情了 但是呢 我觉得我不知道该囤点什么 可能有些人会去囤米囤面 或者说囤这种生活必需品 但是呢 他往往也会选择一些保质期比较长的 不会面临着过期的这些产品 所以说这个厕纸啊 就是可能日常大家消耗当中 可能生活当中消耗比较大的一个产品 所以呢 这个厕纸啊 也是这个成了一个这个疫情当中 大家囤的一种产品的选择 那在这一场这个闹剧当中呢 我们看到啊 很多人有人去囤厕纸 那有人呢 也去囤了这个厕纸的股票 那其中一只厕纸的股票呢 是这个是叫Sobanto 我记得应该是在 呃 这个他的主要厂区呢 是在南澳 呃 他现在的这个股价呢 从刚开始啊 就是疫情刚刚开始蔓延开来的时候 是差不多是在1块0 1块04 1块05左右 那目前呢 是到了1块1毛6 基本上上涨的幅度是达到了10% 那其实我们说 这个为什么有人会去囤厕纸 有人会去想说 我我去我可能去买厕纸的同时 我又去买这个厕纸的股票呢 其实啊 我们说这个思维方式很重要 为什么呢 同样我们想是 A2牛奶 这个应该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一个澳洲本地的产品 不管你是代购也好 还是日常的消费者也好 大家都知道 知道A2牛奶 那他这个股票呢 在15年的时候 也就差不多四五年前 他的股价才是1块钱 那那个时候呢 也是代购啊 做的风风火火的时候 但是很多人呢 只想说 哎 我去买A2的牛奶 一罐可能赚个 啊 二三十二三十澳币 那我寄回国 但是没有人想说 要去买他的股票 那现在A2牛奶啊 差不多四五年的时间 已经涨到了15块钱 所以我们说 他的思维方式很重要 包括A2牛奶 在这一次的疫情当中 也很意外 他没有出现像是 其他的一些消费 消费品的这个行业 比如说像红酒 奔赴TW 奔赴的母公司TW 这种超过20% 甚至30的一个下跌 那原因呢 也是因为A2 首先他是一个 不管他有没有疫情 他是一个必需品 并且呢 根据A2 我记得应该是上个星期吧 他发的这个公司的 这个财报来看 他目前的这个所有的 在美国也好 包括在澳洲本地也好 他的这个运营情况呢 也是非常好 这也是为什么 就是尽管最近市场 处于一个比较动荡的 一个情况 但是A2牛奶的股价呢 是依然是非常稳定的 所以我们说 就是刚刚还是强调 就是我们其实作为投资者 其实思维方式很重要 那包括为什么有的人呢 昨天 我相信有些可能是 我们这边的客户 比较关注这个澳洲的一些 经济数据 也看到了澳洲 昨天12月份的GDP呢 数据是好预期的 那有些人一看到这个数据呢 他就成功抄底了澳币 那也是现在澳币的话 澳币对美金目前已经 占上了0.66的一个价格 前两天呢 是最低是到过0.65的一个价格 但是有些人在这个时候 看到经济数据 他成功抄底澳币 但是有些人呢 只是可能在单纯的 在12月份花钱购了物 贡献了GDP 所以我们说 其实有些时候 多想一步很重要 包括我们有一个 金融投资的思维 是更重要的一个事情 那当然我们说这个 卫生纸的这个传言呢 也是最近这个包括连这个 莫里森啊 澳洲的总理莫里森 也出来辟谣说 澳洲民众完全不用担心 澳洲的卫生纸是可以自给自足的 那一开始传言呢 也是说卫生纸的原料 原料是可以用来生产口罩 但这个完全是谣言啊 我们知道这个卫生纸的这个原料 它是这个纸浆 但口罩的这个原料是无纺布吗 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有些时候 我们在听这些谣言 包括这种恐慌情绪的时候 还是更重要的是 要自己想一想 到底是为什么 那今天下午呢 这个澳洲啊 也是宣布了 这个继续对中国大陆实施禁非力 禁非令再增加一周 一直到这个下周的3月14号 并且呢 将韩国跟中国啊 也是加入了这个 跟伊朗一样的这个 禁非名单里边 然后我们也能够看到呢 现在澳洲 它的这个累计确诊人数啊 也是有所增加 到了52个人 那目前我看穆尔本 就是维州的数据可能还好 但是这个新州 也就是悉尼的话 它目前可能 这个情况比较严重 因为我看今天下午 是Vodafone 在悉尼 North Sydney的这个总部 有一个人呢 疑似感染 那也导致了 当这个总部 超过1000个人 当即是要求毁自己 就是全部人回家办公了 我们很难说这个 疫情在澳洲这边的一个发展 包括其实我在 上一次的这个网课当中 也有跟大家介绍过 当然那个时候呢 疫情还没有扩散开来 只是停留在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个地区 那个时候大陆地区比较厉害 当时也在最后的时候 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个问题 当然这个问题呢 没有准确答案 就是说 如果类似于像这种百年难遇的不确定因素 或者说灾难来临的时候 我们普通人能够怎么做 也就是说 假设我们真的有一天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在工作嘛 可能是家里 先生在工作 或者说 先生跟太太同时都在工作 那如果我们说 可能真的要在家办公了 或者有一方 他失去了 大部分的一个经济来源 那我们能够做什么 来抵御这样子的一个家庭风险呢 这个我相信 就是在今天的这个话题当中 也是贯穿 相信能够给大家带来一定思考的一个问题 那这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 关于从 因为目前可能澳洲 也是处于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 疫情防范的一个情况当中 那中国大陆呢 我们知道国内啊 也是慢慢有所好转 但是呢 从国内目前的情况来看 包括社会的一些 恢复的一个情况 其实跟澳洲来说 也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思考的 也就是我刚刚一开始说的 什么事情 我们都往前想一步 那我这边呢 也是说了 大伙会说两个预测 两个即将影响 你我的一些经济学的一个理论 第一个呢 就是可能有些人听的不是特别多 叫做马太效应 马太效应是什么呢 就是比较简单的话 就是说强者越强 弱者越弱 他简单描述的是一个什么故事呢 就以前就是 有一个国王 他给了三个仆人 每个人可能是一块钱 那第一个仆人呢 他是拿着一块钱赚了十五块钱 那国王一高兴啊 讲了他十五座城池 那第二个仆人呢 他是拿了这一块钱啊 赚了五块钱 那国王呢 是分给他五座城池 那第三个人呢 他是说国王我没有赚钱 一块钱好好的包在手帕里边 那国王一升起 把他的这一块钱给了那个 赚了十五块钱的人 这个所以就是我们说的强者越强 弱者越弱 那这个经济学效应 怎么会 会再怎么样反映到 我们的生活当中呢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从目前中国的这个国内的疫情来看 我们能够看到 像是一些大 我们不说大型的企业 不说这种跟我们生活不相关的东西好了 就说我们生活息相关的餐饮行业 像是海底捞 或者我们说的这个西背 这种这么大型的上市公司的一个 他都已经有一些都已经发公告说 如果未来三个月 还是这种没有办法好转的话 那么他的这个现金流啊 是没有办法再抵 就是给员工再发工资了的 那甚至西背呢 也是有发类似的公告 包括去向银行借贷贷款 那海底捞呢 当然就比较聪明了 他的操作是呢 就是从传统的卖火锅 或者说店铺里的火锅 送外卖火锅 到了转型 到了送这个送菜 也就是我们说的卖菜 那他呢 也是跟这个投资人啊 拍着胸脯说 反正我现在已经转型了 哪怕未来12个月 都没有办法恢复正常的运营的话 我的现金流还依然能够支撑12个月 当然这个呢 就是海底捞比较聪明的地方 这也是我们能够看得到的 像是餐饮行业里面的龙头脊的一些现状 但是我们看不到的呢 是可能就是像是 我们街边经常吃的什么沙县小吃 当然兰州拉面啊 这些都只是这一些小店的一些典型的例子 可能还有很多你我或者孩子或者家人 每次回国都惦记着的街边的一碗面 或者说一碗饺子 这种小店 那他们的困境呢 是我们看不到的 因为他们可能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这个现金流的压力 那我们说这次疫情过了之后呢 很多人可能会选择 因为在这次疫情当中 这些小的企业呢 其实也是受影响是非常大的 那我们说可能面临着这些小店都是面临着关闭 但是呢 一旦疫情过了之后 可能大家依然需要消费 但是这些小店其实已经不复存在了 所以我们怎么办呢 就只能去这种大的海底捞 或者西北以代表的这种大型的餐饮的集团 所以这是为什么马太效应 有可能会在我们的生活中愈演愈烈 那这个也不能排除说 在澳洲的未来不可能发生 比如说像是 我们相信在墨尔本的这个 咱们的这个听众 应该也有看到各种各样的消息 有一些华人餐厅啊 目前都已经处于停业 甚至已经倒闭了的状态 但是呢 可能像是一些西人 因为他们西人的市场相对来说比较宽泛嘛 所以说西人的一个市场 可能是依然是没有受太大的一个影响 那我们未来可能看到的 就是像是我们现在比较喜欢的 像是一些川菜啊 或者说火锅啊 烧烤啊 这种可能会面临着越来越多的 这个倒闭的一个风潮 这个就是我们可能在未来会遇到的 这个马太效应的一个经济学的一个原理 那另外一个呢 这个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经济学的这个效应呢 叫做奥卡姆剃刀定律 那说起来好像比较拗口啊 那其实最简单的解释呢 就是说要求简单简单再简单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剔除所有无用的累赘 像是我们现在在澳洲可能感受不到 在国内或者从国内回来的华人朋友嘛 应该也能感受到不管现在你去哪 哪怕你去 你去小区楼下 门口去买一包烟 回家都可能需要再体检 再测量体温 那更不用说去上班 一路上地铁 包括进办公大楼 或者坐下来继续报告自己的身体状况 和这个体温温度 这些其实我们说在未来的生活中 其实这些都是属于无用的累赘 那这一类的话就会无限制的影响我们的生活 那其实引用到这个 包括财政这个刺激的消费政策里面 我们也能够看到啊 现在不管是中国 还是全球的各个央行 或者说香港啊 台湾这边 其实都是出台了各种各样的一个消费刺激的一个政策 那我们能够看到呢 香港啊 目前是给当地18岁以上的永久居民呢 每个人发放1万块钱的现金 那我们说尽管现在中国呢 其实也是出台了各种各样 包括省地方或者说这个地方政府 或者说全球的包括中国的央行 也是出台了一次一系列的刺激的一个政策 但是呢 我们说这个啊 其实只是针对于目前一些企业 或者说宏观面的一些影响 那目前呢 还没有真实的 真正的这个影响 到咱们真正的消费者的一个群体 但是我相信在未来可能会有越来越多 这种直面消费者的一些刺激的一个政策出台 那前两天呢 我们也看到中国啊 现在已经出台了一个25万亿的一个投资计划 这个规模呢 是远远比08年这个金融风暴之后的4万亿啊 大了差不多将近这个6倍多的一个规模 那呃 我们看为什么我们说这个25万亿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呢 我们看一下这25万亿啊 的这个基本的一个情况 他呢 现在是属于25万亿要投入到新基建跟老基建当中 那很多人的问题就来了 新基建跟老基建是什么东西 或者说呃 在这08年的4万亿当中 面对着我们现在新出台的这25万亿 那是不是08年的4万亿的2.0版 或者说因为08年我们知道之后啊 其实中国的房地产呢 市场呢也是这个蒸蒸日上 其实就是得益于这4万亿的一个资金 因为我们知道这4万亿的资金啊 中国有比较严格的这个外汇管制吗 那我们说这4万亿的资金能进到哪里去呢 那我们知道其实中国的房地产 就是一块非常大的一个吸水的海面 它能够非常有这个容量的吸纳这4万亿的一个资金 那我们看到08年之后房地产一直向上 那真对比于08年的4万亿 那25万亿 我们作为普通人 如何在这2020年这种经济动荡的时候 站上这个风口呢 那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个对比 我们说为什么澳洲在这十几年当中 尽管面临着金融危机 08年的金融危机 但是依然保持经济增长 并且没有陷入衰退呢 其实就是得益于08年中国的4万亿计划 那我们知道啊 其实全球经济一体化的 这个分工的框架结构 可以分为这个消费国 生产制造国和原料提供国 那澳大利亚呢 其实就是属于原料提供国 其中呢铁矿石就是它最主要的一个出口原料之一 那我们知道中国在08年之后 这个4万亿计划我刚刚也提到是大规模的 都是投入到了基础设施建设 包括房地产的建设当中 那既然呢传导到了澳大利亚的铁矿石的需求呢 也是在那个之后啊大幅度的一个增加 最后我们说它传导了经济 到了经济的增速当中 并且呢在那个之后呢 澳币也是强势上涨 虽然我们说在这个传导过程中啊 有一定的滞后性 但是当时呢最快 我们知道澳洲其实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时候 就是在2010年到2011年的这个期间 所以我看很多人说啊 这个25万亿的基建 25万亿的这个重点项目投资计划 一出来了之后呢 因为包括上一次的这个网课当中 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 Australia Financial Review的 就是澳洲财经见闻的一些分享 觉得说BHP和RealTinto 也能趁着这25万亿的投资计划乘风而上 包括最近也有很多的 这个看了这个新闻的客户啊 也有问我们说 像是BHP和RealTinto能不能买 那我的答案呢 是可以 但是呢我个人觉得还没有到时候 为什么呢 第一个原因是我在上一次的这个视频当 上一次的网课当中有跟大家分享过的 当然因为涉及到政治的一个事情 我们没有办法做一个具体的判断 但是我个人的想法是觉得 首先澳洲呢 在这一次中国疫情爆发到比较严重的时候呢 跟随着美国迅速的关停了 跟中国之间的这个旅游的这种交流的往来 所以呢 不能排除这个我们叫做怎么说呢 秋后算账吧 当然这个没有办法做太多的一个揣测 只能说呢铁矿石尽管是澳大利亚一个最强势的一个出口产品 但是作为中国来说 它能够购买的铁矿石的一个 商家有很多 不一定非要是澳洲 所以这个后续呢 就要看中国跟澳洲之间的关系到底是如何 那第二呢 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说到的 这个经济的传导性啊 包括铁矿石传导到 包括这个中国的死 二十五万亿这一次的投资计划 真正传导到澳洲 再传导到铁矿石的需求上面 是有一定的滞后性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答案是可以买 但是仍然没有到时候 那刚刚讨论到这二十五万亿呢 资金方向会投向哪里呢 说到了老基建 这个大家就比较可以理解了 像是这个传统的房地产啊 或者说铁路啊 或者说是公路 这些基础设施项目的一个建设 那新基建是哪一些呢 我们大家 我们呢也给大家大概的一个解读一下 第一个呢 就是简单来说 就是像是5G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 区块链等等这种产品 第二个呢 是这个电子化 智能化改造现有城市的一些传统基础设施建设 第三个呢 就是像是这个城市中的新能源和新材料的一些配套设施的一个建设 第四个呢 就是像是这个科技园的建设 包括沉寂高高速铁和高速铁路和轻轨等等 但是我们说啊 这个新基建和老基建 它在25万亿当中的配比到底是多少 包括我们的这个作为投资者来说 在这新基建当中到底有没有一些新的一个机会呢 那我这边呢也是看到了几个数据 那这个新基建项目呢 在这个这么多的这个资金当中啊 其实占有的资金总共不超过1000亿 占比呢是只达到0.5% 而像是类新基建项目呢 像是这个轨道的交通啊 像是刚刚说到的这个科技园的开发垃圾发电等等 大约是占比14.7% 那两个加起来呢 总共占个啊 是占比差不多15%左右 所以根据这这组数据呢 我们说虽然新基建发展的空间是非常大的 但是呢 不足以支撑起我们说这个稳定的增长 所以啊 我们说这一次的这个25万亿的这个结论来说呢 这个资金大部分的还是会流向这个老基建作为托底 那新基建的作为推手 为什么呢 因为新基建啊 包括这一类这个电子化啊 或者说人工智能 其实是大势所需 也是所有包括金融市场 或者我们普通投资者 希望能够看得到的这个金融市场 未来发展的一个未来 所以说这个目前啊 这个需要老基建复苏 新基建加厉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那作为澳洲相关的行业来说呢 我们这边也跟大家简单做一个介绍 这几个股票 相信如果是我们这边的客户的话 应该是已经非常了解了 那科技股呢 主要涉及到的像是Wax 就是WAAAX W就是我们这边很多客户都会了解 叫WTC WiseTech 他现在呢 是主要为这个国际物流公司提供这个后台数据服务的 那另外的三个A呢 也是去年的这个明星产品 明星这个股票 像是这个Afterpay 这个最高涨幅都是超过去年超过了30%多 ALU呢 是可能我们这边客户了解的比较少 它是做一个物联网的这个工程 因为大家都知道 其实接下来这个中国即将会迎来非常强 非常这个翻就是非常的这个 非常大的一个需求的一个5G时代的一个到来 那很多传统的一些家电啊 或者说小器械呢 都需要加入到这个5G的时代进行翻修 那这个ALU呢 它其中就是做一些像是这种电子芯片 这个给专门产品设计的一些设计师来做这个模块和模板的设计的 所以像它的话 其实是完全占据这个5G 或者我们说这个物流网的 物联网的这一个市场的这么一家公司 那另外呢 这个APX 我这边就不跟大家多做介绍 大家都知道 它是做这个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个产品嘛 那Afterpay的话 大家也都知道先买后付 那在去年的时候呢 也是非常火 今年的话 它的股价呢 一度占上了40多澳币 现在呢 是有所回落 我看今天价格可能是在33左右的一个价格 那另外的这个下面的这个铁矿石呢 我这边肯定大家也都知道 BHP Rial Tinto FMG啊 都是澳洲非常有名的这个铁矿石的一个公司 那另外呢 这个像是医疗股 因为大家也现在越来越重视医疗 包括也了解到这个医疗的一个重要性 那是澳洲的医疗股的话 大家也都知道澳洲的医疗行业其实是非常强劲的 像是之前的话 这个疫苗的这个生产啊 包括这个病毒的研究啊 其实澳洲都是属于世界前列的 那这个医疗股呢 这两只呢 也是我们从去年到今年一直一直跟大家推荐的两只股票 如果相信大家从去年开始有买这个股票啊 到今年来说 虽然经历了这一波的回撤 但是如果是去年买入的话 今年的这个收益依然是不错的 那CSL呢 目前也是全世界最大的雪疆生产的这个公司 并且也是全世界第四大的这个疫苗生产的公司 之前也有跟大家做过介绍 我这边就再简单简单累赘一下 那他的这个雪疆产品呢 包括像是这个白蛋白和这个免疫球蛋白等等产品 那免疫球蛋白的话 其实大家如果有去关注这次疫情和这个病人家属的一些描述的话 应该有看到 现在其实重症病患者对于这个免疫球蛋白的产品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 这个因为它是增强人体免疫力嘛 因为毕竟现在新冠肺炎还没有找到一个特效药 那这个只有靠这个简单的药物和病人自身的一个抵抗力 来这个扛过这个最严重的一个时期 所以说呢 像是CSL他在生产这个免疫球蛋白的时候 是非常 他生产的这个产品是非常重要的 并且呢 因为中国是从 我记得应该是198几年的时候 因为这个全球 艾滋病的爆发是禁止了除开白蛋白之外 所有的这个雪疆产品的一个进口 但是呢CSL很聪明就是他是在17年的时候 就通过收购了这个武汉的一家中原瑞德的公司 那家公司呢 目前也是生产这个白蛋白蛋白产品的 他呢通过收购了这家武汉的公司来得以进入中国的一个市场 并且呢 因为CSL他是属于 刚刚也跟大家提过嘛 他目前生产雪疆制品是属于全球排名第一位的 所以呢 他生产的白蛋白目前的两个产品系列浓度能够做到10%和20% 但是像中国第一梯队像是上海生物啊这一类公司的话 他目前的白蛋白产品的浓度只能做到5% 并且呢 我记得应该是上个月把CSL出了这个财报 他显示呢 他这个白蛋白的这个产品啊 的这个利润增长给他的公司呢 也是带来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收益 对这个是这个公司的表现 因为我就是有些时候跟客户去讲这个CSL这个股票的时候 很多人会觉得他贵 呃 因为他毕竟现在300多块钱一股嘛 前两天掉到了 我看应该是300块钱附近吧 这两天有所反弹 到了310块钱以上了 之前最高是从340块钱回落的 呃那很多人会觉得他的股价贵 其实呢我们说这个买股票啊 就跟我们买房子是一个道理 我们说为什么东区的房子会比西区的房子贵 呃或者我们说为什么house会比townhouse要贵 那原因也很简单 你要看这个房子值不值这个价 那我们买股票也是一样的 你要看这个股票值不值的这个价 或者说他这个股票未来的前景 有没有升值的一个空间 因为我们说像是铁矿石这类产品的话 他会有一定的瓶颈 为什么就是像BHP或者Rail Tinto 你有这时候公司他自己运营的情况做得再好 但是他会始终受限制于铁矿石的一个价格 但是像医疗股的或者CSL的话 只要人类一直在发展 或者说医疗的需求 未来发展的需求一直存在的话 那他的这个未来的发展就是无限的 你像为什么美国的股票 他有那么多八九百甚至上千的股票 但是澳洲能拿得出手的只有像是CSL这个股票 所以我个人觉得CSL 他其实未来发展的空间是非常大的 当然这个贵有贵的道理 但是呢 如果大家有这个方面想要了解的话 其实CSL是非常可以值得大家考虑的这么一只股票 那另外这个NDN呢 我这边就不跟大家多做介绍了 这个真的是讲了很多遍了 包括我们这边也是有出过股评 那最近的股价也是有所回落到了6块5 6块6的一个区间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价格 因为他之前曾经最高是到了7块6以上 并且始终在7块8到6块8到7块1之间徘徊 那最近股价呢 也是回落到6块5 6块6的一个区间 那我个人觉得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价格 好 再跟大家来解答一下 最近啊有很多客户呢也是在咨询 就是说如果正常像是股票大跌的情况 也就是说啊 证明投资者的心里的这个恐慌情绪 其实是一直存在的 但是为什么这上周五啊 出现了一个这个特殊的情况 因为我们都知道上周五啊 美股又是大跌超过了啊 一千点百分之三点几到四的一个跌幅 但是同样那天晚上为什么黄金大跌呢 那一开始呢我们星期六 我星期六起来看到这个呃市场情况的时候 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看了一下呃我个人觉得呢 是有两个理由是比较可以接受的 包括也是呃比较合理的 第一个呢是说这个黄金啊 因为从今年年初开始到现在仅仅这个三个月 不到三个月反正三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 涨幅呢也是超过了呃一百美金 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涨幅 那我们知道你我们大家做投资 总会有需要一个出场点 那那个时候呢周五就会有很多 包括在一千六百八十多点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的这个多头啊 要需要实现这个呃盈利出场 那他们呢往往会选择一个合适的价位出场 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导致市场出现抛售的一个情况 那另外一个原因呢 我个人也会是觉得比较合理的 因为呢我们知道像是华尔街啊 或者说很多这个基金的这个经理啊 呃他手里其实不光光有这个股票黄金 他可能手里也会有一项是美国的股票 那在上周五股票出现市场出现大跌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 很多的这个像是这种经济经理 他需要来一定的资金来补仓 那因为这个上周五之前啊 其实美国也是经历了这个一两轮的这个暴跌的 那可能呢可以预测就是说手里的子弹啊 差不多已经用完了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就需要拿手里目前已经盈利的一些产品啊 来这个呃拿一些资金来补股票的一个仓位 所以这是为什么有可能啊 在上个星期周五的时候 很多的基金经理呢 面面临着股票大跌需要补仓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时候他们可能选择拿手中的目前已经盈利的黄金 来进行呃这个结算 拿一部分的利润来这个补仓位 呃这个呢是解答了很多目前客户心里的一个疑问 呃为什么上个星期五出现了 美股和黄金大跌同时出现的一个情况 那另外呢 就是也是跟大家看一下 很多包括客户也在问 昨天晚上呃美股股票不是又上涨了百分之三点几吗 那很多人说为什么美股能够在这么多年啊 一直长胜不衰的一个原因 我们能够看到就是自从08年 这个图呢当然有限是从05年的时间到现在差不多15年的一个时间 但是呢我们待会会放一个更长的一个呃历史的一个呃 美股的一个走势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009年就是金融危机之后呢 美国的股票的一个表现 基本上我们看到是一个呃非常强势上涨的一个状态 呃09年的时候呢 曾经到过最低的价格是不到800美金呃700多 那到现在呢尽管金利的回调 但是他呢目前依然是站稳在3100多点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说为什么美股是长胜不衰的呢 我们知道就是世界上以美元计价的产品呢 包括是我们需求量非常大的产品 有这几个呃像是这个黄金石油和美国的国债 呃那我们知道这个国债的话 他其实真正的购买者有哪一些呢 就我们中国当时是手里持有了相当多的这个比例的美国的国债 那国债我们知道他有传统的机构 或者说普通的这个投资者来购买美国的国债 但是呢绝大部分的国债其实是由美联储兜底的 那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美联储他会大量的去购买国债 那通过怎么样的购买呢就是我们说的大量的印钞票 那我们说如果大量的印钞票来买自己国家的国债 那这个那这个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在美国的国内 不就会面临着大规模的我们说的这个通货膨胀吗 那当然美国没有这么傻他就非常的聪明 他呢去把大量的美国印的这个钱呢通过一些方式投资到国外去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黄以美元计价的黄金和石油 那我们知道在零几年的时候石油的时候呢 石油一度暴涨到了140多美金一桶 那我们知道如果你这个国家因为美元因为石油他就是以美元计算的吗 那如果我们现在每天原来呃需要100桶的石油 原来可能是100桶的石油我们打的方式50块50块钱一桶 那100桶的话就是5000块钱 那如果石油上涨到了140多美金一桶的话 那我们需要的美金是不是大大增加了 那很多人那这个时候很多的国家就需要美元 那这个那这个时候呢美金就 美国呢就通过像是石油啊黄金啊这一类的产品 来大量的把自己印出来的这个钞票通过各种方式 发散到全世界各地 那再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回到美国并且带着利润回到美国呢 这个就是美国聪明的地方 像是这个呃之前这个97年的这个呃亚洲的经济危机 呃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美国呢也是在这种发展国家收割了收割了大量的财富 并且呢带着这个呃利润回到美国的本土 但是我们说这个回到美国本土的话 那这个资金又存放在哪里呢 那股票市场就成了一个首选 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0809年之后呢 这个美国的房地产也是基本上处于一绝不振的状态 当时最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使用了大量的一个杠杆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之后啊 呃这个资金回流的话 基本上是回回流到了这个美国的股市 呃那为什么我们说知道 其实呃包括我们现在也跟客户一直在说的是 像是企业的债券是尤其不能碰的 为什么目前呢我们都知道美国的企业的这个债啊 其实是属于比较高的一个水平了 因为呃最近这个包括这近一年 其实都是属于一个低利率的一个水平 所以美国的这个公司呢 也是大量的发债来回购股票 那导致呢公司的这个呃负债也是比较高的 虽然我们说的股民比较开心 那这个管理层呢也是赚的盆满博满 但是我们说啊就一旦像是类似于这样子的 这个呃风险发生的话 资金资金链断裂就会导致 这个手里的这个债券也一文不值 所以我们说啊投资股票 至少在啊这个我们看来投资这个股票的话 一定要找这种啊手中现手中现金流 现金流充足的现金充足的公司 我们说哪怕这个公司负债 但是只要他手里有一定的现金 能够支付起这些债的话 那么他就是一个好公司 因为我们往往会看到就是说 呃像是澳洲的一些仙股小盘股 他可能会给投资者花非常漂亮的一些大饼 比如说我这个公司未来的一个生物科技 有多么多么的牛 或者说呃我这个技术未来有多么多么大的市场 但是你一看他的财报几乎是惨不忍睹的 为什么连年亏损 并且呢资不抵债 呃所以说啊像投资这一类仙股 或者个股的话其实是尤其要谨慎的一个 的一个地方 这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跟大家传导的一个投资理念 就是说买股票或者说做投资 一定要投呃这个未来前景好 并且在这个行业中是龙头企业的企业的一些公司 那很多人就会问了这个目前美国呃美股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美股还能不能继续涨呢 那这边呢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图 这这个呢是目前的呃这个美国的道琼斯工业指数呃从这个1991年到现在2020年将近30年的一个呃呃走势图 那这根黄线的部分呢就是呃判断这个美国股票目前是熊市还是牛市的一个分割线啊 这根呢是叫MA8850就是我们说的这个850天均线这根黄色的 非常明显的我们能够看到啊呃站在只要这个价格能够稳定的站在这根黄色的均线的上方呢 基本上是属于一个牛市的情况但是一旦跌破并且继续往下没有反弹回到这850天的均线呢 这个股票呃这个这个美股呢基本上属于这个熊市的状态 我们比较明显能够看到啊是0102年的时候在这个区间呢 尽管我们说在这个850天的均线呃以上方出现了几次反弹 但是呢继续回落依然没有站稳反弹了几次之后呢就是继续往下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我们能够看到在010203年的这几年呢美股也是进入了一个熊市的状态 那什么时候回到牛市呢我们看到03年之后啊在触及底部了之后呢 那慢慢慢慢爬升在这个850天均线以上站稳并且继续上升 几次都没有触及到这个850天均线呢 这个时候就是开启了一个牛市的一个状态 那在金融危机之后也就是比较明显的时候了 我们看到这个几乎在850天以下就一蹶不振 没有办法再重新反弹 那直到呢01年01年10年之后啊重新占到850天以上呢 我们看到是一路上涨 所以呢现在也是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价格 因为现在的这个啊道琼斯指数 我看应该是在24000多点的一个价格 那基本上呢我们看到这个黄线的部分可能是在24200多点的一个情况 那如果我们说啊这个道琼斯指数因为这850天的均线基本上是对美国三大股指 都是同时试用的嘛 那我们说如果啊这个道琼斯指数它跌破了这个850天的均线 并且没有办法再次顺利反弹并且站上这根均线的话 我们就可以判断基本上美国的牛市就已经结束了 那前两天呢呃应该是星期一的时候吧 我跟赵丽呢跟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看到的一些这个报道 呃星期一的时候呢看到摩根士丹利啊 是这个把这个中国和呃新加坡包括澳洲呢 呃的这个股市啊评级为这个疫情避难所 那我们看到这个这个摩根士丹利的这个首席分析师 就是策略师啊 他也有讲首先呢是将中国和新加坡股市的平均呢 分别从持平大盘上上调到超配 就我们说的overweight啊 那将这个澳大利亚的股市的平均呢 从低配也就是underweight上调到了持平大盘 也就是说呃也是刚刚说的equalweight 那这个呢其实主要呃像是这个分析师 他在分析这个主要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呢 他首先认为这个三这三个国家 像是中国新加坡和澳大利亚 会在这个呃全球公共卫生系统 这个危机扩大之际呢 推出进一步的刺激政策 因为这篇文章是在星期一的时候发布的嘛 所以果不其然星期二的时候呢 也是呃澳大利亚呢也是呃应声的呃 就是没有辜负众望下调了25个基点 那目前呢呃另外一个原因呢 这个据这个摩根士丹利的这个策略师呢呃 描述呢也是觉得目前呢 这三个国家的股市目前是处于比较便宜的一个估值 呃那这个摩根士丹利呢目前也是提高了像是国防和高质量板块的这个资产配资 所以呢我们看到在澳洲啊 周二首个呃澳洲呢是在周二首一个国家宣布降息25个基点 那当天晚上呢美国呢是原来定于是3月17号到3月18号的一个利率节育 也是提前到了周二晚上并且呢紧随其后一次性降息了50个基点 那这个呢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少见的一个情况 那加拿大营呃加拿大央行呢也是在昨天晚上紧随其后啊宣布了降息50个50个基点 所以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说呃基本上啊全球央行都已经完全的做好了呃应对这一次疫情的一个准备 那我们预计呢之后啊澳洲呢其实还是会会有一尽管我们说现在澳洲的这个利息已经非常低了 但是呢澳洲之后可能还会有一次的一个降息的机会 如果我们说降息再不奏效的话那可能量化宽松政策就要摆上台面了 那简单来说很多人说那量化宽松什么意思 简单来说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放水 比如说我们原来年初的时候呃这十万块钱可能到了年底的时候就只有九万五千块钱的一个购买力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尤其对于我们普通人来普通的投资者来说 就是一定要抓住呃像是08年之后难得的放水的这样子的一个投资机会 赶紧上车 那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啊在这个呃A50呃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去关注A50啊 因为A50的这个产品呢也是呃上个星期的时候吧 我记得应该是在Jacky的网课当中 大家呢也也是呃鼓励大家赶紧跑步进场来这个买A50的时候 然后呢从当时我记得刚开始跟大家说的时候当时的价格是差不多是在一万三千点的一个价格 到现在呢今天已经爬升到了一万四千一百多点的一个价格了 那像在今天最简单的一个技术分析来说呢 像是今天我们也是模拟测试了呃下了几个单子 呃像是在今天早上A50开盘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它是非常强势的一个上涨的一个情况 那其中呢有几个阴线呢是触及到了这个呃均线 但是呢依然没有打破均线并且啊持续上涨 所以我们能够看到的呢今天呢在这个A50的这个价格呢也是有所收益的 呃然后另外呢这个就是我们在上个星期给大家推荐的A50的时候的这个情况 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啊在一月份一月底的时候中国疫情刚开始爆发的时候呢 A50是有一幅哎有是是有这个一波大幅的一个下跌的 但是经过这一系列的一个调整之后呢我们看到A50啊目前是已经迅速反弹 我们是在上周差不多是这个价格的时候跟大家去推荐跑步进场A50的 如果有听我们的这个策略有进场的话相信现在大家的收益呢也是非常不错的 呃那今天的这个我的部分的一个讲解呢就是到这里 然后有留比较多的一个时间来给大家呃做一些这个呃分享 呃包括这个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直接在这个呃留言板上提问 嗯 OK呃我看到有客户说啊说这个NNN呃呃是不是还是买说这个report不是特别好 呃因为是这样子的呃NNN呢其实是我们这边一直从去年差不多三四块钱的时候开始推荐的 那后来一路上涨呢是涨到了七块多的一个价格 他的report呢我也大概有看过呃怎么说呢呃根据他相比于他之前的一个增长强劲 因为毕竟我们都知道他这个做超声波探头消毒的一个仪器的一个市场 他毕竟其实是有限的并没有说呃像是一些其他的产品一样有这么大的一个市场 所以呢他现在的一个市场的拓展或者说增长力啊其实是不及以前的一个呃财报的一个情况 但是我个人觉得呢如果在这一次疫情之后啊大家对于这一类小众的一个产品 或者我们说的消毒类的产品有一定的这个呃认识的话 尤其是像NNN他现在很积极的在呃日本和这个亚洲地区来开展这个呃研究院和这个呃我们说的这个医院的合作 让这个当地有更多的这个人认识到这个超声波探头的一个消毒的一个作用的话 那其实他未来的市场会越来越越越来越好 呃我看到有一个客户问说短期股票行情不会马上回调到之前的水平 受疫情影响相关的股票是否可以做空 呃其实是这样子的呃这个确实短期的股票行情不会马上回调到之前的水平 因为就像我们去年说的这个澳洲的央行降息也好 他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反映到或者说刺激到真真正的经济 可能中间的过程可能是一个月三个月甚至久一点可能是半年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呃确实没有办法说马上回调到之前的水平 那受到疫情的影响呢呃怎么说呢相关的股票能不能做空 我个人的想法是这样子的股票的做空的话 其实呢它是属于一种投机或者说是对空对冲的一个策略 并没有办法达到一个长久的一个呃我们说作为投资的一个产品 呃那我个人觉得如果在现在的一个价格来做空的话 呃我觉得下方的一个趋势呢其实是啊下方的一个空间呢 其实是呃相对比较有限 当然不排除说在未来可能还会再呃有继续上涨再回调再上涨回调 因为大概率的事件来说可能近一周或者说一段时间可能都会在呃这个差不多6400多点6500点左右 或者6300多点的这样这样的一个价格反复震荡反弹直到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呃疫情受到控制的一个趋势 但是呃其实从澳洲的角度来说呃目前怎么说呢其实是呃没有必要说太过于担心他的这个疫情影响股票会进一步下跌 因为他现在其实民众的恐慌情绪已经完全反映到了前几天的股价 也就是差不多是6300多点的一个价格 所以到现在为止来说这个做空的这个就比较有限了 当然如果你手里有一定的这个股票呃价格比较高的话呃也可以是当来做空做一个对冲 但是一定要设好止损呃有客户问到像是银行股这样的一个产品 AMP银行股这些是不是可以抄底了呃那我个人的想法呢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目前说抄底呢其实呃还是有一点点为时过早 但是呢其实是可以关注了呃原因呢很简单 但是呢呃这个属于银行股的话 他其实受到这个利率的影响和房地产走势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那目前呢我们都知道澳洲的这个呃疫情的一个情况呢 房地产的市场也是受到了相应的影响 但是呢这个呃因为央行也降息了吗 包括接下来可能马上也会有继续25个基点的一个降息 这个其实呢是影响到了银行的呃一定的这个收益率的 呃因为像是我这两天有关注这个银行 降息的话或者说有这个进一步的财政刺激的政策 比如说放水啊这种的这个快量化宽松的政策来说 很多的资金就会进入房房市的一个市场 那房市市场对于银行的房贷的需求又会增加 所以从长期来看 那笔是可以看好的 嗯我看到有客户问黄金股的一个走势 黄金股的走势的话 现在其实是属于怎么说呢 嗯没有办法一概而论 因为今天也有客户在问到说黄金股的一个情况嘛 黄金股的话确实没有办法一概而论 呃因为我们看到最近的这个黄金的走势呢 也是属于上上下下那黄金的股票呢 它其实并不是完全跟着黄金现货 也是黄金的价格来走的呃原因也很简单 它其实啊受这个自己公司运营的情况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像是今天的话我看这个呃好像我我记得啊 就好像是SBM可能是下跌的一个呃一个情况 但是NST还是NCM是属于上涨的 所以其实这个黄金的股票的话 它并不完全跟随着黄金现货的一个影响 如果大家要买黄金股的话呃基本上我也建议大家一定要做好 关于这个黄金公司它目前的比如说像是开采成本啊 或者说它矿区上面有没有一些安全事故导致它的黄金的产量 可能会有所下跌的一个风险啊 呃像是这样子的话一定要做好一定的一个research 并不是说未来呃可能像是很多这个机构预测 黄金可能继续会走高到一千一千七甚至一千八的一个水平 那黄金股就一定会涨 比如说像是SBM就很明显的一个公司 去年几乎所有的黄金股都涨了 尽管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有一些黄金股会有所回落 但是SBM几乎是节节往下掉 从从五块多的一个股价一直掉到了像是两块五左右的一个价格 所以说如果大家要投资黄金股的话 一定要对黄金股的这个个股 它的公司是有所了解的 OK大家还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呢 那今天的这个网课就先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听 然后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明天我们的小助手上班之后来给这个我们小助手留言 呃也可以给我们这个公司打电话 呃我们这边都是有这个同事在这边呃接听大家电话的 呃非常感谢大家收听 我们这个之后网课再见 感谢大家收听